《天氣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帶範圍看看衛星運圖 今天南海北部和廣東元朗地區 都是較為多運 再看遠一點 在西北太平洋的熱帶氣旋下浪 下浪會向北移近日本 未來幾天如果大家去日本玩的時候 都要留意當地的天氣 地面天氣圖都顯示 原來我們的元朗地區 有一度低壓槽 為我們帶來一些雷雨的天氣 我們一起看看 今天原來在將軍澳 九龍東和港島東 都錄得有五十毫米的雨量紀錄 不過下午來說 部分地區天色較為明朗 大部分地區的最高氣溫 都上升至三十一二度左右 而今天也是納秋 在二十四節氣裏的秋季開始 未來一兩個月 早晚天氣都沒有那麼熱 大家可以安排多些運動 以及吃多些滋潤的食物 仔細看看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大致多雲 有趙雨和幾陣雷暴 氣溫介乎二十七至三十一度 吹和緩的西南風 周末期間天氣又是怎樣 一起看看仔細的風場預報分析 預計周末期間風都會從海上亂來的 我們是受著活躍的西南氣流影響 所以在周末期間 都預計會有趙雨和有機震雷暴 大家要注意天氣 天氣先講到這裡 再見